哈囉,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學習滑輪的種類 我們先來複習上週所學的知識 同學們,你還記得什麼是滑輪嗎? 滑輪是由哪些部件所組成的呢? 好! 輪子 凹槽 非常好! 滑輪是一個有凹槽的輪子 繞上繩子的機械 滑輪是一個有凹槽的輪子 繞上繩子的機械 那今天我們要一起來學習滑輪的種類 同學們,你知道滑輪有分為哪幾種嗎? 接下來,讓我們透過以下的影片來看看第一種滑輪 原始人把滑輪固定在樹上 把動物拉起來 滑輪是固定在樹上的 所以固定在一個位置上的滑輪 我們稱之為定滑輪 定滑輪是滑輪固定在一個位置 那在生活當中 什麼時候我們會運用定滑輪呢? 同學們,每當週會的時候 升國旗的時候呢 在旗桿上我們就運用了定滑輪 來將旗子升起來 所以旗桿上有定滑輪 此外,以前的人在水井上面 也安裝了定滑輪 所以水井取水的時候呢 也運用了定滑輪 把在水井裡的水能夠拉起來 所以水井提水的時候 也運用了定滑輪 還有呢 在這一個船隻 要把救生艇給吊起來的時候呢 也運用了定滑輪 所以同學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共同點呢? 當我們要把低處的物品往上拉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運用定滑輪 好,我們一起來理解定滑輪 當我們往下拉的時候 我們所要拉起來的物體 或者我們所要抬起來的物體 它就會往上升 重物會往上升 所以定滑輪能夠幫我們 把重物往上升 同學們,你要特別注意哦 我們往下拉的力氣的方向 是向下的 但是重物所升起來的方向 是向上的 所以它們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 那定滑輪怎麼幫助我們呢?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影片 如果你要雙手呢 往下拉 要想要把在低處的東西往上拉 是特別困難的 但是 只要運用了定滑輪 它可以幫我們 改變重物的方向 那我們在做工的時候呢 也就會更方便了 所以 雖然定滑輪 它不能幫我們省力 但是 它為我們的工作 帶來了非常多的便利 因為呢 它改變了力的方向 定滑輪不能省力 但是 能改變力的方向 使我們的工作更方便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第二種滑輪 我們透過以下的影片 來理解第二種滑輪 同學們 這一種滑輪跟剛剛的定滑輪 有什麼不同呢? 是的 它沒有固定在一個位置上 而且 這一個滑輪呢 還跟重物綁在一起呢 所以第二種滑輪 沒有固定在一個位置上 銜接著重物 我們叫做 動滑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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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輪與重物一起移動 沒有固定的位置 動滑輪是 滑輪與重物一起移動 沒有固定的位置 我們來看看生活當中 有哪些事情或者是工作或者活動呢 運用到了動滑輪 是的 我們家的窗簾 就運用到了動滑輪 這樣我們在拉窗簾的時候呢 也比較方便 還有呢 是的 在玩空中繩索的時候呢 也運用到了動滑輪 好 讓我們一起來理解動滑輪 動滑輪 有一個部分呢 是綁在物體上面的 或者是支架上面的 另一方面呢 另一條繩子呢 是我們用手 要把這個重物給拉起來 所以當我們往上拉的時候呢 重物也跟著往上移 所以當我們往上拉 滑輪跟重物呢 也會跟著往上移 這麼樣我們就能夠拿到 我們要的重物了 好 那動滑輪在生活當中 怎麼幫助我們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一起來看看 底下的圖片 當我們往上拉的時候 重物也跟著往上拉 同學們有沒有發現 一根繩子是綁在柱子上面的 所以其中的一部分的力量呢 或者重物的一部分的重量呢 會有這一個柱子 幫我們支撐著 那我們在拉起來的時候呢 也就減去了一半的重量了 好 所以柱子幫我們分擔了一半的重量 我們在拉的時候呢 只需要拉另一半的重量 所以他幫我們節省了力氣 動滑輪 他幫我們節省了力氣 而且節省了一半的力氣 動滑輪雖然不能改變力的方向 但是他為我們省去了一半的力氣 好 我們已經看了第一種滑輪 定滑輪 和第二種滑輪 動滑輪 接下來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第三種滑輪 定滑輪 加上了動滑輪 有定滑輪 也有動滑輪 我們稱之為什麼呢? 答對了 就是 滑輪組 有定滑輪 也有動滑輪的滑輪 我們稱之為滑輪組 滑輪組 是由滑輪和動滑輪所組成的 那滑輪組 那滑輪組 能夠怎麼幫助我們呢? 為什麼在滑輪裡面 我們要把定滑輪 跟動滑輪 加起來 一起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中呢? 看 非常重的鱷魚 在原始人使用了定滑輪 跟動滑輪之後呢 不僅呢 能夠拉起來 也能夠伸到了原始人 想要把它伸的位置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學了定滑輪 定滑輪是幫助我們 改變力的方向 當我們要把鱷魚往上拉的時候 我們能夠使用定滑輪 但是鱷魚太重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減輕一半的力量 我們就加入一個動滑輪 幫我們省力 所以滑輪組裡面的定滑輪 能夠改變力的方向 使我們的工作更方便 滑輪組裡的動滑輪 為我們節省了一半的力氣 那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既能節省力氣 也可以使工作更方便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使用滑輪組 好,同學們 讓我們來看看地下的問題 以下有兩組滑輪組 滑輪組A和滑輪組B 哪個滑輪組更為省力呢? 是滑輪組A嗎? 還是滑輪組B呢? 你們都做好決定了嗎? 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以下的答案 滑輪組A有一個動滑輪 滑輪組B有一個動滑輪 兩個動滑輪 所以呢,剛剛我們說了 動滑輪才能夠幫我們節省力氣 當一個滑輪組有兩個動滑輪的時候 他就更省力了 所以比較省力的滑輪組是滑輪組B 動滑輪的數量越多 越省力 好,所以我們今天一共學了三種滑輪 讓我們再回看一次 滑輪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定滑輪 不能夠省力 但是能把滑輪的方向改變 使我們的工作更方便 第二種滑輪 動滑輪 不能改變力的方向 但是能夠幫助我們節省力氣 第三組滑輪 也就是滑輪組 由定滑輪和動滑輪所組成的 既能改變力的方向 為我們的工作 為我們的工作帶來方便 也能夠為我們節省力氣 今天的課堂就到這裡 滑輪是不是很神奇呢? 好,我們下一堂課再見 掰掰